日本高僧念咒九十天 成功竹杀十七位黑心企业家 你相信阎灵的存在吗 壁称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玄机呢 称指的是将要应验的预言或预兆 迷信的意思是一句不吉利的话应验了 简而言之就是不幸言重 常言道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一个人的疾胸或佛和自己语言上的造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会说话的人通常拥有不错的人缘 不管走到哪都受人欢迎 相反一些不会说话的人时刻都在造语 据佛教中的说法就是 口业大的人因果报应会很严重 佛说要学会避称 避称要守住口德不造口业 人类从出生起就自带磁场深有业力 而业力造就因果 因果则落下报应 举例说明一下 有只蝴蝶在南北洲煽动了几下翅膀 就有可能掀起一场大飓风 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而古人认为我们说的话都带有力量 会在无形中实现 从而影响人生 这种特殊的能力被称之为严灵 所以不要张口闭口就是 讨厌死辣去死吧等话语 笑看生死是一回事 而说出来则是另一回事 即便只是调侃或自嘲 因此人类学会了避称 就是在为自己击负 有时一句无心的语言都极其容易成真 换句话说就是 言语的力量往往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 佛说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万万不可成 一时口快而造些严重的业力 倘若他日承受果报 必定会后悔万分 常言道 良言一句三冬暖 鳄语伤人六月寒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说极力话 擅长会说极力话的人 也会获得上天的偏爱 毕竟我们每个人身上带有奇运 而人的气运不靠天 不靠地 而是靠我们自己 老天可以决定命运的期许 但不可以决定人生的结局 气运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我们要心怀善念 同时气运也会充满善意 并给你带来福气 此外 人们在开玩笑也需要谨慎 在人际关系交往中 开得体的玩笑能够活跃气氛 松弛神经 从而 一些诙谐的人可以受到他人的喜爱与欢迎 但玩笑若是开得不好 就会适得其烦 伤害感情 例如一出口就夹枪带棒 脏话汇语 以及累及他人父母祖先 因为当你在说出这些话时 会在无形中失去宝贵的证明信心 毕竟 瓜熟地落是因果 起心动念 亦有因果 所以在说话时 也应该时刻避陈 避免自己在消极情绪中 陷入不可控制的深渊 写八字丁草人 日本僧侣念召三个月 竟诛杀17名采访 1967年 日本曾发生过一次咆哮事件 这场事件总共造成70多万人患病 并随着势头愈发凶猛 当地僧侣不忍心看到人间疾苦 于是 宗松夏将洪 完善赵雄 以及两位僧侣四位学者 一共八人组成一个团体 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 帮助当地群众渡过难关 有道士不管是诅咒或是誓言 从人们口中说出的每句话都有一定的力量 很快 这几位高僧便各吃法器 每天在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楼前念诵经文 最终结果则是 诅咒这些人暴彼身亡 据相关资料记载 他们每天都会在企业楼前 做套长达四小时的法会 而经文的大概意思就是 今日在此筑谈结界 劝请大圣不动名王降临世间 对全国公害企业主饿鬼 给予硬性制裁 让他们涌舵十八层地狱名符 僧侣们为了让当地居民免受环境污染的苦恼 他们不管刮风还是下雨 都坚持做完长达四小时的法事 连续做了九十天从未缺席 或许是老天看到了僧人的坚持 亦或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那些企业老板在三个月后纷纷离奇身亡 据统计在这一段期间 总共有十七位企业家身亡 而且他们都是轻壮年 身体没有患不惧之症 几乎都是突然暴毙身亡 抑或是精神异常 跳楼自杀等 不知是否与僧侣诅咒成功有关 但这场踏快人心的报应 法律都奈何不了那些僧人 而警方自然也无法定他们的罪行 正所谓小隐隐于野 中隐隐于士 大隐隐于潮 在这世上有许多超越凡夫俗子的高人 他们对人间的行衰变化动如关火 可以在世道衰落之前 化身为射刀人 亦或者是借一些筷子人口的顺口溜 唱出警示世人的话语 一边指点世人 一边给天地留一方静地 由此可见 冥冥之中 何尝不是命运的安排 或许赵宇在当今这个社会 属于封建迷信文化 但在日本非常受欢迎 灵验不灵验 放在其次 他们只是修信安或发泄情绪 亦或者是因为好体心的作祟 总而言之 只要有需求 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好好运作 咒语文化就可以存续下去 掐决念咒真的有用吗 神秘力量的背后 究竟残着怎样的原理呢 据说文解字中记载 诸者咒语 诸相当于祈祷 诸游则包含咒语 凡语则称为陀罗尼 意思说的是 佛秘而不宣之语 故咒语又称真言或秘语 同时也是道家或佛家修景的法门 而古人认为 咒语具备法力能够同神 曾在《太平经》中有过记载 天上常有圣人要语 时下受人以言 用使神力应气而往来者 人众得知 为之神咒语 在古人眼中 咒语具备 驱邪避碎 祈福保安 强身治病等作用 咒语好像无论在哪个民族 哪个宗教貌似都有 例如古代巫师 道士 在祈福作法时会念几句咒语 他们有时在念咒的时候 还会配上不同的首饰 相传会有特殊作用 不过也有给人治病时念几句咒语 而中医的柱油十三科 也是通过佛 咒为人治病的 谈到这儿不禁想起佛经中的一句话 愿瑶欲文 由于是繁体字 感觉 乐和药非常香 而且发音也相同 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在翻阅皇帝内经史 珍发现了古人用音乐为人治病的例子 古人觉得天有五音 以丁似心鬼 人有五脏 心肝脾肺肾肾 不同的音分别对应不同的器官 有疗愈作用 后经发展研究发现 一些特殊的发音也具有一样的功效 念那些特殊的发音 就能达到护肝健脾的作用 例如我们通过 知诗诗等发音 起到清肺的作用 而用拨 奔 背等发音 起到强盛的作用 不过音乐能让人产生心境变化 甚至能影响他人的意识 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例如前几年 网上曾流传出失手让人听哭的歌 相传听过那些歌的人 在一段时间内纷纷自杀身亡 怪不得古代音乐 几乎只掌握在祭祀或贵族手中 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 音乐会不会是神送给人类的礼物 同时也是人类召唤神灵的咒语 毕竟我们曾挖出过几万年前 古人用过的第一次 不禁让人怀疑 音乐或许不只是陶冶情操那样简单 如今音乐中的兜已被改为440赫兹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 音乐失去了治愈功效 可即使是这样 当我们听到舒缓放松 振奋人心的音乐时 还是可以感到不同的心情 心念 特殊的结印手势 再加上口诵咒语 正是佛家修行者通过意念发出的咒语 所以咒语并非迷信 是人类表达意念的一种言语